你们还记得少宇这个主播吗 前几天听校长说少宇惹了不该惹的人 被抓进警察局了 听校长说胖虎那天为了保护少宇 被打进医院了 胖虎的左手被打成粉碎心骨折了 胖虎的用体呢被打成终身残疾了 可能胖虎这辈子只能坐轮椅度过余生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胖虎和少宇在九月份他们已经停更了 说出来大家不要伤心 少宇其实已经坐牢了 至于什么时候出来 我们不得而知 听校长说呢 少宇被拘留了三个月 胖虎呢还在医院里养身体 宰宰呢也在现实生活中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店 白鹿呢也推出了和平精英 转绝地求生未来之一了 白头呢也结婚了 现在在家里看孩子呢 那些向日葵的老成员 该退往的退往 该干啥的干啥 可能向日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最后说句心里话 你们怀念当初的向日葵吗 如果离开以后